大家好,我是Dane 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下 穷婴事件的最新后续 因为不满一审判决 无期徒刑而上诉的穷婴养母 在昨天开庭的二审也是继续主张 自己没有用脚踩穷婴的肚子 也没有故意杀害的意图 养母的律师在法庭表示 在一审判决 对于受害者的一线断裂 裁判部排除了用脚踩腹部之外的所有可能性 但是当天养母打了受害者的肚子后 带去了医院 而有可能是在医院CPR的过程中发生了断裂 然后说会具体确认当天CPR的过程 并向大汉医师协会咨询 然后背叛了五年不服的养父也是一样 继续主张自己不知道穷婴在家里遭到的事情 而且不只是不知道 自己反而有担心穷婴的健康 哇哦 并向法院提交了自己跟穷婴拍的照片跟影片 借此想要证明两个人的关系有多好 呵呵呵呵 最后律师表示 在与养母会见的时候 养母多次对自己说了 很对不起穷婴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就知道会这样 还什么反省 还是跟精神病一样的在想象 从哪里带来个跟你们一样的律师 真的好上火 要怎么样做CPR才能让一线跟干受伤呢 心非副叔叔跟一线 我一直也就不对呀 啊真的到最后也不反省 真怕抢婴就这样要被遗忘了 撕掉嘴巴吧 嗯 又缝掉嘴巴 我会继续攻进抢婴消息的 下个消息是 7月22号 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表示 根据公共术语的外语评规范修正 将Kimchi的中文语名 由泡菜变更为新奇了 根据媒体报道 因为中国里面有Kimchi的发音 所以韩国在年初有对16个候选民进行了研讨 最终考虑到辛奇与Kimchi的发音相似 也有辛辣辛奇的意思 所以最终被选定了 文化体育部表示 有必要区分我们的Kimchi跟中国的泡菜 所以修正了训练 期待中韩两国以后能有更多包括饮食的文化交流 目前对于Kimchi的中文名改为辛奇 韩国网友们之间的反应也是非常对立 部分网友们认为 Kimchi就是Kimchi 发音要做差不多的话 为什么不做成金奇而是要用辛奇呢 那在中国金正恩也叫辛正恩吗 而部分网友们则是认为 就像麦当劳星巴克在中国都是这样在用 所以Kimchi中文叫辛奇是很不错的决定 那么Kimchi用中文叫辛奇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一位美国记者的推特贴文 我想知道的是 Sierra Smith的耳机里放的是什么歌 我们来猜一下放的是什么歌吧 其实这位选手之前也在赛场这样过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东北万能是现在在韩国很多人都在cover的一个舞蹈 我们下支影片 我们下支影片